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打特攻啦 那哲兵自己下在打我們關卡的時候 居然失敗了耶 這個3000隻的敵人啦 好像有點難打 我們今天就來再衝打一次 然後裡面就讓這邊右下角兌換碎片 好像可以換什麼這個... 隨機特攻的碎片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個碎片是能夠幹嘛的 所以我們就趕快先來打打看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更好的東西 那一樣他一開始會先給你選的東西啦 然後這一次比較麻煩的是 他一樣會有閃電 然後我們這邊應該盡可能要選一些就是 能夠快速幫我們擊殺敵人的東西 因為我們要在時間限制內喔 就是把那個敵人給打死這樣的概念好不好 我們就來氣跨買幾雷 然後這關其實我覺得就是 怪物的這個量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應該要叫一下守衛者 因為守衛者的話這邊可以幫我們就是 清一些東西 然後火箭發射器 然後強力彈頭繼續 然後把這個傷害都提高 然後雷電發射 然後先把一些都弄起來喔 應該就會比較舒服了 因為這關基本上會有很多那個 一直丟那個什麽 一直丟就是那個 一直射子彈的東西出現啦 然後比較尷尬 然後你要不斷的一直移動 因為你不移動的話 那個2秒那個雷電就會來弄你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這邊盡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然後我們 度過一些思潮之後 我們應該就可以那個 比較好的做一些事情 喔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 你看那些子彈飛過來的 這邊跟夭壽鬼一樣 然後這關比較特別的就是什麽 你知道嗎就是 他這關阿就是寶箱這邊好像是百分之百一定會讓你拿到五格的 就還蠻爽的 好不好 先遠離這個地方 所以這關比較尷尬的是什麽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能隨便亂閃 因為你隨便亂閃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就是把牠們擊殺 因為你要在時間之內擊殺3000隻 這位你知道嗎 這超麻煩 所以這黑洞槍的話 用這個黑洞來保護一下 我們自己應該是ok的好不好 哇尷尬了 我直接死掉 這關是還蠻難的耶 我說真的 確實挺難的 而且一開始如果沒有選好的話 你好像就選不到一些東西了 所以你可能就是一開始就要先搭配一些效果 跟牠拿 要不然你這邊好像就拿不到那些東西了 然後我們只剩下三十幾秒要擊殺這個 3000隻的這個敵人 好像稍微有點難耶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邊基本上就是 一堆那個子彈一直朝我們這邊射過來 超誇張 有沒有看到超誇張 然後我們盡可能去吃一下那個寶箱 好肉塊來了 所以他一開始就已經規定好這幾個要讓你選 你知道嗎 所以你沒有辦法拿到紅街武器就蠻尷尬 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快快快快 剩下 剩下四百多隻 我們加油我們加油 啊 欸實際上剩下十幾秒耶 這關真的要這樣打好像蠻難的 是該換武器還幹嘛對不對 可以嗎可以嗎 選得了嗎 剩下幾隻而已 拜託拜託拜託 哇 5秒還有273隻各位 好像有點難耶各位這個 這關 哇來不及 欸 剛好 這樣算嗎 欸欸有有有 通關了通關了 哇要求有夠難的耶 然後他這邊可以拿到25個那個啦 所以就蠻爽的 然後這邊又有另外一個也是 好不好 擊殺三千隻怪物 就是擊殺三千隻怪物好像還蠻難的耶 我覺得這個 要選一下那個能力的好不好 這個 無人機就先不要 我們這個吧 推進器 然後看一下在那邊選這個磚頭 就盡量讓 同一個可以那個 比較好的就是 升上去應該會比較好 然後 這邊鞋子吧 哇怎麼都是這種分散的 分散真的沒得救耶 我的天 對啊分散的沒得救耶 完了完了 分散 分散的沒得救各位 我們只有三次 哇 哭了都 要玩死我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各位 真是好爛喔 但我們已經先把它選出來了 所以現在就是 努力的就是 把精英怪擊殺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 盡可能就是用黑洞槍然後躲在這個子彈裡面 好不好 躲在這個黑洞裡面就不怕那個 阿兵哥他們的子彈了 好不好 我們就是這樣子打 然後待會有那個精英怪出來的時候 趕快來滅殺那個精英怪好不好 趕快滅殺精英怪一波 來了來了在下面 捲爛拿捲爛拿 你給我死 然後這邊一定是五個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東西選起來好像是可以的耶 阿那我知道了 我們應該要選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就是 要把那些東西都選不一樣的出來 因為我們打死精英怪之後 他會給我們很多那個配件 好不好 而且都是一至五個的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升到紅階 然後你看 躲子戰戰法 因為這關的話 基本上這個阿兵哥太多了 阿兵哥殭屍有夠多 所以你就是盡可能 躲在那個黑洞的這個槍裡面 應該就會比較舒服 然後趕快吃 五個 好不好 一定是五個 所以這關的話基本上還蠻ok的 就是他一定會給你五個這樣 但是拜託 有沒有給我紅星階武器阿 來 我們這邊 只剩下38秒 應該還會有精英怪喔 最後一批的 這個3000隻確實頂麻煩的耶 就是 你沒辦法隨便亂打你知道嗎 他其實是有他的那個攻略方法的 隨便亂打還反而比較容易死掉 來了 五個拜託讓我升到最高階吧 哇 沒有耶 都沒給最高階耶 我的天 然後趕快 你就躲在這個黑洞槍裡面 好險我們這次有升噴霧好不好 升這個噴霧確實是蠻爽的 因為你就不用擔心那個 贏了 很快 3074在16秒之內就贏了耶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基本上 因為我拿到更多東西 然後再來是擊殺所有Boss 我是非常非常建議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 打那個藍色階級的關卡 目前看到好像都是藍色階級關卡 他沒有更高的其他顏色了 這隻的話基本上是要打兩隻Boss 就是你在10秒內你要擊殺第二隻 要擊殺第二隻 我先把這個先給他升級起來 然後刷新一下 五人機 五人機 可以破壞之力 推進器 雖然我不知道推進器在這邊能幹嘛 人發體好像也沒用了吼 完了 這邊 這一次好像後面也選得很彩 不過這次可以選超多耶 你看還有7次可以選 蠻多的 完了完了嗎 沒有那個比較好的東西可以選了 能量快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來那個喔 我們那個飛行器跟白癡一樣了 無人機跟白癡一樣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有沒有辦法打贏 好不好 來了 兩隻Boss 要盡量分散他們的這個傷害喔 因為他要10秒就打死那個Boss 所以我們不能專打一隻打太久各位 這隻現在打比較少嗎 哪一隻打比較少啊 完了 這個君神不能再來了 要打這個了 哇 我快死了唉 我的天 我死了唉 這子彈也太多了吧 哇!不是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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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要死了我 要死了 哇 這君神夭壽 快快快快 快把他給打 哇 我也死了 再部活一次 復活戰法快把牠轟死 3秒3秒2秒1秒 啊復活了白痴 完了 完了x3 你看牠就是會這樣子喔 那我們先遠離一點點 等那隻再復活 哇塞 這樣搞的嗎 而且是我超討厭的軍神吶 牠一直發射子彈我的天 兩隻這樣彈來彈去 太誇張了吧 失敗了 慘慘慘 這隻選的蠻慘的 但是旁邊有一個擊殺所有boss 我應該可以選一個然後完成 然後另外任務應該就會被刷掉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這樣 擊殺所有boss 先全版專了 真的很難選欸 就是你一開始如果沒有選好的話 就很容易出事情 所以這個鐵錠一定要一開始就選好了 然後人巴鐵那些應該都不用選了 因為你鐵錠也拿不到 磚頭 然後雷電 攻擊的多一點 攻擊的多一點 破壞之力 完了白癡 我又選了智障東西 我選無人機了啦 唉唷 應該是ok吧 因為打完這個的話 基本上好像還有機會就是 可以再重新選寶箱 應該是可以讓牠變比較高等好不好 然後我記得打完這個任務好像是會刷新的 所以如果你旁邊都是藍色的任務 你打輸的話沒有關係 不用像剛剛一樣我們就是花500的綠寶石重來 因為剛花500的綠寶石重來的原因是因為那個 我們那邊只有藍色的任務 所以盡可能就是完成一些比較高階的任務 拿比較好的東西這樣子 來 板磚 這個模式其實東西都給的還滿好的是真的喔 是真的給的都滿好的 來 雷電 板磚 走起 喔 是我們最近常出現的這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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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咬爆我 哇 什麼東西 哇 直接咬爛欸 喔 我的天哪 大哥 喔唷 還會掉冰球 哇 重點是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每兩秒不動的話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會有那個閃電一直在弄我們喔 喔唷 這是什麼蜜蜂 哇操 這是什麼蜜蜂 他還會造完蜜蜂欸 小熊為你喔 好 磚頭 然後雷射發射器 磚頭 能量快 磚頭 雷霆萬鈴 板磚 高藍爆彈 板磚 然後 這個推進器 不過這一隻好像就是最後一隻BOSS了 狂暴獅犬各位 來了 這隻好像還好 媽 我不知道 我現在很怕就是那個 我覺得還好 但其實他超猛這樣 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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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揮 揮 這隻好像比剛才那隻還要好打 剛才那隻還會叫那個 那個什麼蜜蜂嗎 有夠誇張欸 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叫蜜蜂 太誇張了 來來來 射爛射爛 嘻嘻 好 可以 耶 贏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基本上我先看一下那個 打到 一百個的話這邊能夠換什麼東西 因為這邊打完的話我們應該是有一百個這個 我再打個幾場 喔有一個比較那個的欸 有直接的欸各位 來看一下直接的 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直接的 直接應該就更難了吧 各位 來 無人機 打Boss一定要無人機的喔 無人機 部隊走起 這不弄這個 對不起自己 能量快 然後破壞之力 流連好了 然後飛彈發射器 能量快 飛彈發射器 雷電 然後外骨骼 好 就先這樣了 先把這些重要的都先選起來 嗚嗚 這隻好像 有比較硬欸 我的天 哇 直接任務我第一次碰到 那看起來會不會有紅階任務啊 因為目前來說看起來這個遊戲裡面 最高階應該就是紅階了 然後現在有直接任務 那應該下一個就是 黃階任務 然後 紅階任務 然後 拿的東西就超好的 這也是我想要看一下那個碎片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有什麼特攻 什麼角色 碎片 什麼鬼東西的 欸不是啊 有沒有需要這麼過分 砲塔一直射捏 可以這樣子的嗎 嗚呦 黃色猛色 一直射一直射 我的天 哎呦喂 一發 哎呦喂 嘿 射爛 嘿 沒問題 來 五人機 然後黑色五人機 白色五人機 白色五人機 破壞之力 然後 雷劍發射器 火箭發射器 火箭發射器 用一個補血的好了 我怕 很怕很怕 火箭發射器 啊 董事長 最討厭的 重點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debuff 就是 如果我們一直不動的話 那個 那個雷電會來電我們 超白癡的 所以我必須一直動 但一直動就很容易出事情 你知道嗎 哎呦喂 哎呦喂啊 這個手機 哎呦喂啊 救命啊 哎呀 飛藍橫火 我們還有一次復活的機會 不是欸 這個真的很難打欸 董事長是發神經是吧 一丟手機又丟藍色球球的 重點是因為我們這邊這個彈幕啊 已經沒辦法消掉了 這沒辦法消掉真的超誇張 超麻煩 完了完了完了 開始慌了 我們也沒辦法接近他你知道嗎 我要先來好好的專心閃一下這個彈幕了 先來回點血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回血這個 弄的超超小的 還沒有升很高等 所以沒辦法回什麼東西鬼 會 閃 努力閃 現在才到1%血量而已 還有2%要對付 OMG 被打到一下 NO 不要NO 哎呀 完了 白癡完了 復活 這隻就是最後一隻了 慢慢來慢慢來 別急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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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這樣回頭 看他能不能射到幾發 都沒射到 笑死 嘿 哎呦 射到了 但射到都沒有減少彈幕 超酷的 因為以前基本上你只要射到那個角色啊 基本上都可以減一些彈幕 我們目前來的這個黑洞槍 沒辦法擋這個董事長的攻擊 超酷的 嗚呼 快走 嗚 嗚 你跟他接 他跟他接觸比較 比較靠近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這邊 那個 機器人會無情跟他掃射 嗚呼 快快快還有一半 加油 我們行的 閃出心得了 閃出心得了 我們又被打到一下了 趕快先等我們那個無敵盾牌 刷新之後我們再說 我們有一個無敵盾牌的這個機會 忘記是幾秒了 看看看看我們現在好像 從剛才殘血變到快要滿血了喔 表現不錯 表現不錯 嗚呼 打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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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射到他啊 我的天啊 哎呦喂啊 快走快走 靠近一點點 好 不能不能皮了 要專心閃了 不能皮 哎呦 完了 又被打到了 先稍微回點血 拉開一點點 哎呦這個白癡手機真的很煩耶 我先專心一下啊 我怕我要出事情 再這樣弄下去真的是要出事情 我的天啊 My God 別再丟啦 完了 被打到了 被手機砸到了 被手機砸到了 哎呀 呼呼 呼呼 哦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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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最後一刻失敗 不要 幹 哈哈哈哈